威士忌 瓜糧 BIP 瓜糧 卡封 公共任務執行情況 目前 上面無特殊情況 按計畫飛行 持續就向對外搜索 保持監控 確保領控安全 Good job Hotel Delta 是總統 上位到上場 請確認空戰 戰備執行情況 保持監控 確保領控安全 好 一個一個來 我知道另外那個對話的代碼 是威士忌拐糧 是 但是那個不同的 可是 重點大家在討論是 剛才後面那段有沒有 總總在對話的時候 突然冒出一個上面打紅字的 沒錯 那聽起來是老共的空軍的聲音 為什麼在這時候會出現那個聲音 而且總統最後講那個Good job OK 然後通常來講的話 在那個對話結束的時候 會是用這樣方式 尤其後面那段就是有 是不是有老共的空軍的聲音 插進來那段 總統講說他是 我是總統 一般會用我是總統 剛剛那個對話其實兩段 第一段那個威士忌 那個基本上是空軍的飛行員 那一天執勤的也是一個飛行員 也是個女生 所以他在通話完了之後 你看他很習慣去跟你Roger 就是已經通話完畢了 那後面的那個事實上是飛彈連 那他也是一個女性的那個連長 那當你剛剛那個畫面 立刻中國大陸很開心 他立刻就做了這個截圖 你看說你看這個蔡總統 在講話的時候 立刻被中國空軍串進來 然後你看我是中國空軍 立即離開 還講到說什麼蔡英文面露尷尬 但我老實講 你光看這個畫面裡面 感覺上好像是這樣 但因為我在錄影之前 特別要瞭解 因為這個老實講對我們來講發現 如果曾如外界有人質疑講說 哇你看總統跟我們軍方在通話 居然被中國空軍這樣穿進去 蓋臺 那開玩笑 整個國軍我就必須講 你就毀掉好了 已經沒有什麼好在乎 所以我把這件事情釐清一下 基本上因為他其實昨天去 就那天去了兩個單位裡面 他第一個跟空軍的那個對話 空軍的對話走的絕對都是走無線的系統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走飛彈連的那個部分 走的叫做有線的系統 我們一般軍方傳輸會有分這個 如果你在本島裡面 基本上都是走有線 那走空中一定是無線 但不管是有線或無線 兩端收化端發化端一定有一個東西 叫做保密器 所以你空中被介入這件事 如果他是走空中被介入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正常 但重點是為什麼要保密器 因為發化的那一端 基本上發出來也是雜訊 我到這邊接收端的那個保密器 我要把它還原 所以這兩邊如果我們講空中的部分 是被截聽的話 那代表是對方已經不是拿 已經不是介入的問題了 他破解我的保密器了 就這麼簡單 如果這件事情是這樣的話 那就很大挑 大家看過獵殺U571吧 當時為了搶那個保密器 搶到什麼程度 回到第二個 其實你剛剛在畫面裡面聽到的那個 就是有什麼 我是中國空軍 那一段我特別跟軍文社求證 因為畫面是軍文社拍的 軍文社說那一段其實是在跟飛彈連 所以我特別問說 那你告訴我他是有線還是無線 那一套走的發化系統是有線的系統 那大家如果走過有線 將軍在這邊 有線系統要從空中入侵 那太難了 除非你要在那邊有線端 不好意思 還要有這個保密器 所以這兩件事 可是大家會覺得 那為什麼會出現那個聲音 為什麼畫面會有這樣 因為很簡單 他在助戰中心裡面 基本上他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系統而已 那他們那一天其實他旁邊 24小時都有開一個國際用的 就我們講說什麼救難的那個頻道 就緊急的頻道 那個是24小時都開的 所以只要有人用那個頻道 在呼叫的時候 在呼叫的時候 這個東西擴音器就會出來 好 我告訴大家看美角好不好 因為在報導裡面提到了一句話 講說解放軍的聲音是不是串出來 講說注意我是中國空軍 你已侵入中國領空 嚴重侵犯我國主權 好那我們就回來問 他在對話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是這根飛彈連 那為什麼中國的空解放軍會出來講說 你已侵入中國領空 我們在雷達的徵收跟我們的 捷聽訊號的範圍裡面 我沒有辦法講太白 我們不是只在台海周邊 訊號收得到 什麼樣的狀況 他會跟你講 你看以前我們這個講說 那個共機 進入到我ADIZ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講這段話 我們講 對啊 何時你聽過那個放出來 是中國解放軍出來講的 不是喔 但這一段的對話 卻是我是中國軍 你已侵入中國領空 而且是領空喔 是領空喔 所以到底我們收到的 那一段的對話 是發生在哪一段 所以反正我們大家來採測嘛 有可能發生在老共的領空裡面 有人的飛機進了他的領空 他在跟他對話 對 進入的不知道是哪一國的飛機 所以出現那個對話 只是在那整個空間裡面 當小英總在跟你說 在跟飛彈啊 在跟那些對話的同時 那個頻道裡面出現了那個聲音 是這個意思 而且你在看嘛 旁邊剛剛不是有個畫面 是一個空軍的這個女軍官 是不是立刻說 然後去把那個頻道關掉 如果今天是我的頻道被入侵 一關掉的時候 總統你在幹嘛 你在演什麼啊 你的連訊號都沒有 你還在那邊跟人家什麼 什麼good job 但沒有嘛 因為他把那個頻道關掉之後 總統還在對話 表示他關掉的是另外一套的系統 但是我也必須講 就是說現在為什麼 大家對台海會那麼的緊張 其實我覺得外界的緊張 跟他的擔憂 對國軍或者對總統來講 他必須也要去面對 因為老共確實做了很多 你看像這個在八號的時候 我們一般只公布 我們在這個ADIZ西南方這一塊 但是如果把日本的一起接起來 他們公布的範圍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七號八號的時候 老共其實在我們臺灣的南北 都有所謂的軍機在進行穿越 那在那個穿越 其實如果就圖形上面來看 如果把它全部跌下來 他變得有點像是 我們在講那種前行公式 我把你都很簡單嘛 北的部分 我如果要截斷的就是你日本 對這個臺灣的詞緣 如果南的部分 我把你截斷 那就是你可能美軍 可能從菲律賓或任何一個地方 上來這個部分 我認為這個東西 對於大家來講 是會有壓力 也會緊張 但是如果要像老共這樣子 還把他立刻截說 哇你看我的中國空軍 我講一個更白的啦 如果今天他的中國空 真的中國已經入侵了這個 他一發現是總統 你覺得他會跟你講說立即離開嗎 不會啦 要是我開什麼玩笑 立刻點名 蔡英文 你不要胡說八道 我覺得一定會這樣幹嘛 因為他的外交部 都是這樣幹的啊 一定直接羞辱 你給你拿看 還跟你在那裡關槍關掉 你已入侵我國令控 我不知道會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要把它還原清楚 因為如果今天真的是被入侵 代表我們的保密器 整個完全沒有用 那個人家的發話 可以完完全全清楚介入到這 那如果不是 我覺得外界在這件事情 也不要太過於擔憂 OK 張君請問一下 其實包括大家看到 美國一直動作頻頻 他最近陸戰隊那個步兵已經縮編 從九百大概變八百出頭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包括北約 北約進行一個空中捍衛者 23D這些演習 所有這些動作 大家都知道很多動作 是做給老公看的 那包括改編改編 那什麼都是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在講 任何一個演習 絕對不是單一軍種 任何一個演習 絕對不是單一指揮 我們在做任何演習的時候 有氛圍指揮官網 行政網 後勤網 還有監聽網 那當然比較大的部隊 還有情報網 遵收網等等 那這些各不同的網路 他的話音 絕對不是一收一發 OK 可能主要的指揮官 他的音頻最強 他壓出去可以蓋掉所有台 但是在你不講話的時候 各台都會回報 那我們一個小小的少將旅長 到南部去做三軍人訓作戰的時候 我們就有好幾個監聽台 我站在指揮車上 有好幾個台 有監聽附近機場起飛的狀況 有監聽附近漁船出海狀況 然後我還有我們聯絡官回報 各漁港各航空台管制好 都沒有問題 我才可以開始射擊 否則你一發戰車炮 或一個破炮打出去 萬一有船呢 那不造成意外 所以蔡英文那個狀況就是 他的網出去之後 還有很多的監聽網同時在 所以我覺得在同時監聽的同時 這也不錯 就是反應戰場實況 他到了指揮機制裡面 總統一樣聽得到所有監聽的狀況 這是實況 所以我覺得 如果因為這個小粉紅 或者是對岸的這個認知作戰 這樣PO出來了 大家覺得哇 你看總統被侮辱了 那你就是軍盲了 這才表示這是真實的狀況